台鐵譜有馬自強號是在昨天晚間擦撞到了巨大落石 導致出軌 幸好沒有人傷亡 而落石來源是來台九線蘇花公路上邊坡落石 公務局初判落石是擊壞了省道的山側防護裝置 又彈跳過省道的路面掉落到軌道上 今天一定去補強了防護網 交通部也說明了會請台鐵來評估 把該處納入到落石告警系統建置 出軌的俯優馬四四五次列車十一號清晨四點五十分被拖往和平站 事故路段在六點搶通 從空拍影片可見 該區間鐵路旁為台九線 而台九線旁邊就是山坡 雖然台九線與鐵路路線旁均設有鋼軌柵欄阻隔 但這次因落石量大 有四塊落石急壞阻隔侵入路線 但該區過去在台鐵評估中 並非高風險路段 因此不在目前已設置的二十六處落石告警系統內 昨天晚上這一處是當時他們評估是邊坡相對穩定 那他主要的邊坡是在公路的邊坡 那掉下來以後再彈到下面鐵路 如果是他們重新評估需要來做告警系統 那交通部這邊會前面來支持 據於為何沒有提前發現落石 台鐵內部人員指出依照SOP 路線震度四級以上就會啟動邊坡軌道巡檢 過去一週反覆巡檢多次 該路段都未有落石而事發前前一班列車經過時 也還沒有發現落石 學者建議強震後全面加強巡檢外 也要導入科技來輔助 引進一些新的設備 無人機或者是說邊坡的這種測試的先進的儀器 目前的搶修看起來都是在極短的時間內 完成讓鐵路競速的運輸 那是否有去考量到說周遭有可能再有其他的 這個二次災害的發生的可能性 台鐵產業工會建議要更注意沿線的地質狀況 台鐵企業工會也直言當地二零一九年夜間曾發現落石 台鐵雖建置鋼軌柵欄但明顯不足以阻擋 於這頻繁讓司機員很擔心 希望公司儘速提出對策 對此台鐵公司回應將協同公路局加強當地防護 增加緩衝區加固鋼軌柵欄 並用空拍機檢視上邊坡地質作為因應 接著綜合報導 台鐵雅 復鋼軌柵